美国政府5月9日宣布,自2019年5月10日起,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%提高到25%。 中国5月13日即作出回应,对原产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调整加征关税措施。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5月21日在海南出席2019自由贸易园区发展国际论坛时表示, 美国在贸易摩擦中给出的不平等要求,任何国家都不能接受。 如果美国给澳大利亚这样的不平等的条约的草案,归也无法接受。 陆克文认为中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,同时他也表示中美两国达成协议, 对于双方甚至全世界的经济环境都有好处,他希望美方做出积极的策略调整。 陆克文表示,如今某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厉害, 全球贸易增长的速度正在减慢,全球的经济发展也将变化,这是一种让人担心的发展趋势。 他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帮助所有人。 为了国际经济的健康,我依然希望自由贸易继续帮助所有人,包括中国,包括美国,包括全世界各个国家。 所以,不要强调一下,坚持自由贸易很重要,坚持改革特化很重要。 谢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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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